为了洗碗而洗碗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三十年前 当我还是慈孝寺的沙迷时 洗碗可不是一件惬意的差事 截下安居时 所有比丘都回到寺庙 有时甚至有两百多位 所有煮饭 洗碗的工作 全靠我们两个沙迷 庙里没有肥皂 只有草灰 稻壳 椰子壳 就只有这些 清洗堆积如山的碗盆可真是一件苦差事 特别是在冬天 水冻得像冰一样 你必须在洗碗前先热好一大湖水 如今厨房都有洗涤剂 专用的菜瓜布 甚至一开就来的热水 洗碗变得轻松多了 人们现在比较能够享受洗碗这件事 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洗好碗 然后坐下来喝杯茶 我可以接受用洗衣机洗衣服 虽然我自己还是用手洗 但是用机器洗碗就有点过了 洗碗时 人们就应该只是洗碗 也就是说 洗碗时 应该对正在洗碗这个事实保持全然的觉知 乍一看 这似乎有点傻 为什么要强调如此简单的事呢 其实 这正是关键 我正站在这里洗碗这个事实 是不可思议的实相 当下 我是完完全全的自己 随顺自己的呼吸 绝照到我的存在 绝照到我的心念与动作 我不会像个被烂花左拍右击的瓶子一般 毫无觉知的被抛来抛去 我在美国有一个叫吉姆弗斯特的密友 八年前我第一次遇见他时 他在天主教和平联合会工作 去年冬天 吉姆来看我 每次晚饭过后 我通常都会先洗碗 再坐下来和大家喝杯茶 有一天晚上 吉姆问 可不可以让他来洗 我说 好 但是如果你要洗碗 你得知道洗碗的方法 吉姆说 得了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怎么洗碗吗 我回答他 洗碗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为了把碗洗干净而洗碗 第二种是为了洗碗而洗碗 吉姆很高兴地说 我选第二种 为了洗碗而洗碗 从那时起 吉姆就知道怎样洗碗了 整整一个星期 我都把洗碗的重任交给他 如果洗碗时 我们只想着接下来要喝的那一杯茶 并因此急急忙忙地把碗洗碗 就好像他们很令人厌恶似的 那么我们就不是为了洗碗而洗碗 更进一步来说 洗碗时我们并没有活在当下 事实上 我们站在洗碗池边 完全体会不到生命的奇迹 如果我们不懂得洗碗 很可能我们也不懂得喝茶 喝茶时 我们会只想着其他时 几乎觉察不到自己手中的这杯茶 就这样 我们被未来吸走了 无法实实在在地活着 甚至连一分钟都做不到 我们在洗碗池边